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我们前面的今天早晨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耶稣 你叫我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 向前独特的微粉 在基督里 我是心草的一人 你看为宝贵 献上为你所有 主耶稣 你叫我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 向前独特的微粉 在基督里 我是心草的一人 你看为宝贵 献上为你所有 让我成为你身体的基地 被剑选族类 均均的祭祀 成节的国度 属生的子民 来宣传来宣传来宣传来方 来宣扬主耶稣 张先生的荣耀 我成为你身体的基地 以星星的眼睛 来进行的盼望 用地的大人和爱来充满我 我要传扬主的爱 让世界更美朗 主耶稣 你照我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 生赐独特的为人 在基督里 我是心灶的一人 你看为宝贵 献上为你所有 让我成为 你神迹的亲密 配牵学祖类 均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 属生的祭祢 来宣告主耶稣 叫先生的荣耀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亲密 你心心的眼睛 看见心的盼望 用你的大人和爱来充满我 我要传扬主的爱 让世界更美好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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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心心的眼睛 以心心的眼睛 看见心的盼望 用你的大人和爱来充满我 我要传扬主的爱 让世界更美好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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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照望出黑暗 如奇妙光 如奇妙光 你生此独特的为人 在基督里 我是心脏的一人 你看为宝贵 天上为你所有 让我成为 让我成为 你神迹的亲密 是每天宣的族类 每天宣族类 取尊的祭祀 圣界的国度 属生的子民 来宣耀主耶稣 叫圣神的荣耀 让我成为 你神迹的亲密 你心心的眼睛 看见心的盼望 用你的大人和爱来充满我 我要传扬主的爱 让世界更美好 我们一起重生 开启我们来到大师 主神的求你让我们成为 你神迹的亲密 主祢是找我们出国 安慕奇妙光明的主 主我们说在基督耶稣 你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你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 也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今天早生 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 你的亲密 成为主和用的亲密 主我们赞美你的名字 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也使我们赞美你 来来愿意 谢谢你的恩典 主耶稣 祢是找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的神 主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 主祢说我们若自节脱离 卑贱的事 我们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主啊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 主今天早晨求祢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变化而更新 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你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今天早晨愿你的恩典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像你自己 谢谢耶稣 主我恳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主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美好 主啊既然这个世界不断的在败坏 但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美好 主啊所以我奉耶稣的名祝福 每一位弟兄姐妹 耶稣用没有信心的眼睛看见 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能够信心的眼睛看见 明天也是美好的 哪里有耶稣的掌权 哪里就是美好的 主把这样的信心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 每一天我都要享受主的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今天来分享生命的领悟四 享受生活 享受婚姻 热在工作 传教书第九章的开始 其实依然是悲光的 因为传教者发现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不管你是善人是恶人 好像遭遇的事情 很多时候恶人也会遭遇一些 恶人很恶遭遇一些坏事 好人很好也会遭遇一些坏事 而且到最后你发现 人的心里充满的都是恶的 但是不管如何 虽然是这样的悲观 但结论传道还是认为 不管怎么样 活着还是比死好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 是更强的 因为你不能立刻就去死 因为我们还有日子 虽然人生感觉上 好像世人心里充满的都是恶 但是我们仍然发现 人活着还是有感觉 死了就是没有感觉 所以结论还是 活着的狗 还是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既然要活就要好好的活着 那么到底要怎么活呢 既然人心都充满的恶 这世界看起来这样消极而悲观 到底有没有一些的事情 是值得在这样一个虚空的世界里 让我们去追求的 既然我们要活就要好好的活 传道者有一些的领悟 他给我们几个领悟 第一个是他提醒我们 去享受你的生活 第七节说 他说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一个人快不快乐 其实吃饭最清楚 真的 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快乐 大概那一天就是快乐 如果你吃饭吃不下 吃饭不快乐 大概那一天就不快乐 小时候看爸爸回家就知道了 爸爸回家吃饭快乐 全家都快乐 爸爸回家吃饭不快乐 我们也都不快乐 因为吃饭能够反映出 我们的生活 能不能够快乐 但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吃饭不快乐呢 很多时候就是那些 爱啊恨啊嫉妒啊 爱恨情仇爱恨输赢 你发现 公司里被老板骂了不快乐 薪水没人调得高也不快乐 别人小组比我们成长得要好 我们也不快乐 别的教会比我们成长得更大 我们也不太快乐 你知道 爱恨输赢 剥夺了我们吃饭的快乐 但是传道者说 这一切都要过去 你爱也要吃饭 你恨也要吃饭 你小组成长要吃饭 不成长也要吃饭 你长得美要吃饭 长得丑也要吃饭 你知道 不要让这些会过去的事情 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快乐 也夺走了我们生活中 其他的人的快乐 当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能够竭力去讨神喜悦 剩下的爱恨输赢都交给主了 重点是神喜悦我们做的 说了我们输了 但是感谢神 我们还是做讨神喜悦的事 说了人长得丑 没关系 我还是竭力地讨神喜悦 你就看见 这些都会过去 不要让这些会过去的爱恨输赢 影响到我们的吃饭 所以你吃饭能够快乐 每一天都能够快乐 老实讲 每一餐吃饭要快乐 还不是太容易的 这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第一个 好好的吃饭 享受你的生活 第二个 享受你的婚姻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 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 当同一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分 当你进入婚姻 在这虚空的世界里 神给你一个很大的赏赐 就是婚姻中的祝福 你知道婚姻如果经营得好 夫妻两个 关系好 你知道那种祝福 没有什么祝福 比婚姻中间两个人 两个人在婚姻关系 是这样的甜蜜 是有这么大的祝福的 你可以有很高的地位 你可以赚很多的钱 你可以带名表 你可以穿华服 你可以开名车 可以住豪宅 可是你跟你夫妻关系不好 你回家 你太太不欢迎你 你自己 你也觉得对你太太 有很多的不饶恕 你不觉得拥有这一切 都是讽刺吗 如果你跟夫妻关系很好 吃一碗牛肉面 就仿佛在天堂 两个人拉着手 去看一场电影 就仿佛在天堂 所以弟兄们 经营你的婚姻 比经营事业 其实是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的妻子 能回报你的 比你的股票 要回报你的更多 阿们 所以如果有什么 值得经营的事 经营你的婚姻 我觉得这是传道者 给我们的提醒 因为那是上帝 在虚空人生中 给你很大的赏赐 搞砸你的婚姻 比搞砸你的事业 是更严重的事情 第三个 享受你的工作 凡你所所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 因为你在你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磨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如果你看这段经文 其实你会发现 神是肯定工作的 在虚空的价值里 虚空的世界里 工作是有价值的 因为可以让 发挥你的智慧 发挥你的谋略 让你觉得 在工作的过程中 可以享受到 神赐给你的知识 谋略跟谋算 所以在虚空的世界里 面对工作 反而不是消极的 是积极的 神要你享受工作 发挥你的恩赐 智慧 聪明 去做这些事 那么你至于 喜不喜欢这个工作 其实不是 乐在工作里 必要的条件 没有多少人 喜欢自己的工作 真的 但是不管 你喜不喜欢这个工作 当你为这个工作 用你的智慧 聪明跟磨裂 你全力以赴 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就发现 那就是快乐了 所以乐在工作 不一定 你要喜欢你的工作 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 既然是 神给我们的工作 我就竭尽 我所有的力量 用我的智慧 去做策略 去做计划 用我的知识 去把工作做好 其实乐在工作 很重要的是 那个过程 因为在阴间 没有工作 所以你趁着 现在有工作 你要好好地 做你的工作 所以全力以赴的过程 是美好的 其实就是那个 全力以赴的过程 其实是美好的 倒不是那个工作的本身 所以不管 神要我们做什么工作 其实既然你现在 还没有辞职 辞职就不要讲了 如果你还没有辞职 你还在一天 全力以赴 尽你说的力量去做 那么你发现 这个全力以赴的过程 发挥你的恩赐 其实是上帝 给我们极大的祝福 这个世界 其实看起来很悲观的 到最后一场功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但是如果说 在这样虚空的世界里 你还要必须活着 活着的狗 比死鸟的狮子更强 活着有感觉 死的没感觉 所以有感觉 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要怎么去活呢 有三件事情 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第一个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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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享受你的生活 吃饭要快乐 阿们 第二个 享受你的婚姻 那你就要经营咯 不经营 怎么会有甜蜜的婚姻呢 那是最有价值的事 第三个 既然是工作 你现在还在做 全力以赴 把它做到 你能做得最好 因为乐在工作 其实不一定要喜欢 但全力以赴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心 的确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难免有悲观 难免有消极 因为特别是 人心里面想的 尽都是恶的时候 但是主 你还没让我们回天家 活着的狗 还是比撕掉的狮子要强 主 就让我好好经营我的家庭 好好爱我的妻子 那么就帮助我 乐在工作 主 我不一定喜欢 这个工作 但主 你既然交托给我 让我全力以赴 主 让我每一顿吃饭 都要快乐 主 不要让那些 爱恨输赢 爱恨情仇 影响了我的吃饭 主 我的每一天的生活 都要快乐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声明祈求 阿们 我们要为几件事情来祷告 第一件事情很实际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让爱与恨 所以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 你吃饭心情好 糖跟热的也快乐 所以当我们来祷告好吗 求主给我温柔的心 受伤的心得医治 每一天快乐的生活 一二三 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主 祝福我们感谢祢 不要祝福 我们为兄姐妹 今天 他吃饭一定要好地吃 快快乐乐地吃 不要让那些 爱恨输赢 影响了 祂的心情 主 他吃饭快乐 生活就很快乐 上帝我恳求你 祝福我们珍惜 来一天 祝福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活 来一天 我们的生活 享受我们的生活 祝福我们全力 今天早上 我们都有忧郁 吃不下饭 祝福今天中午 就要好吃 今天晚餐 就要好吃 你姐跟她的家人吃 你跟朋友吃 跟同工吃 祝福是的 祝福你信实和其广大 你慈爱高级祝天 祝福谢谢你 你珍视我们的阳光 祝福我们的心 依照我们的救助 而喜乐 祝福谢的一生的年岁 强如吃喝 但是我的心 却因耶和华而喜乐 祝福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能够可以 在你的爱里面 真知道有一位救主 真知道这世界上 有一个帮助我们 脱离黑暗 入奇妙光明的主 主让我们真是 可以张开我们心的眼睛 看一见这一份光 所以我们无论是 向左向右 都可以行在耶和华 神祢给我们的 旨意心里面 主要谢谢你 我们这样爱慕你 当我们说爱慕你的时候 帮助我们真是 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让我们脱离那黑暗 脱离那忧伤的灵 让我们真是 能够因你而喜乐 因为你 你的盼望 就是让我们 有平安 有喜乐 主要这是你的心意 求主指教我们的心 好教我们这时 该生活的每一刻当中 享受神祢给我们的一切 或患难或伤悲 或生或死 但是祢的爱都不改变 主要谢谢祢 使我们看见祢自己 祢真实的荣光 是我们生命的盼望 谢谢 亲爱的主你说 祢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主求祢钉横的双手 祢来医治我们 所有受伤的心 破碎的心灵 在祢的爱里面 可以全然地得着医治 得着恢复 得着释放 主啊我们要宣告 爱跟恨 输跟赢 不能够夺去我们的喜乐 主我们宣告 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就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主啊祢帮助我们 让喜乐有代替悲哀 让赞美意能够代替忧伤的灵 主啊祢带领我们 祢今天造成也 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祖里面的恩赵 是何等的指望 主祢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是何等丰盛的荣耀 主啊祢向我们信的人 所显现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每一天快乐的生活 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 点燃我们生命的盼望 彼此的饶恕 彼此的恩赐相待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祝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接着个为我们的婚姻关系来祷告 婚姻关系不经营是 日子如流水过去 你就看到一切都过去了 但如果你要经营它 很容易的效果也很好 祝我们来祷告 为我们的婚姻关系的经营来祷告 婚姻关系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 同神的开口来祷告 主 先冒我们的有一切都跟我们的灯 为是多虑一伙还支持上帝国出力的 但为所有的他们就能够 主要我们准备任何在这边接入我们的本神 神秘书上帝 我们不能胜心 我们不能胜心 但是我们要发现任何事 那层心 被我们的鲜血 我们的心底 神称 我们的心底 神称 我们的心底 神称 不要让我们的故事 神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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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底 神称 我们之后 神称 神称 我们能够届的小学 我们的奖励 神称 我们能够届 神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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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主 你借着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 主啊 你让我们学习什么是爱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为着我们当中已经有 那个婚姻的伴侣的我们献上感谢 也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伴侣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 恳求你 主啊 主啊 将你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半 带到我们的眼前 主也恳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不照我们自己所求的 单单的为着自己而来祷告 乃是更被主来提升我们的眼光 主 让我们看见主你眼中的自己 也看见主你眼中的对方 主啊 我们也特别的为着我们 在婚姻关系中的那个真敬来祷告 彩天的上帝恳求你拿掉那一切的比较 主 我们知道在婚姻关系里面 常常因为琐碎的生活 而造成彼此之间的这样的紧张 主啊 我们全然的带到你的十人宝座前 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去学习什么叫做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主啊 主啊 帮助我们 真实的合一在你的面前 主 愿你更新我们彼此之间的那样子的爱 让我们回到那起初 甚至于比起初还要更热情 主 我们相信你 靠着你凡事都有可能 谢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你说你是孤独的有家 主你说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好 因为两人劳碌可以同德美好的果效 主 求你在每一个家庭当中 每一个婚姻当中来掌权 主啊 过去被倾妇被毁坏的家庭 主你重新来建立 用你的爱再一次的来召回他们 主啊 要重新来建立他们 要重新来恢复他们婚姻的盼望 也点燃他们婚姻的热情 让每一对的爱火都能够重新来点燃 主啊 让每一个家庭成为你美好的心意 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主 让每一个家庭成为这世代的逃城 能够成为这世代的避难所 主啊 你说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主啊 是凡事忍耐 主 爱是永不止息 愿你的爱常常的充满我们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第三件事情 为我们工作的态度祷告 我们不一定喜欢我们的工作 但是既然是我们责任的范围 你今天还没有辞职 那是你的责任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 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一样 全力以赴就会觉得美好 能够全力以赴就觉得 那是一个感动人的 好不好我们同身的开口 为我们自己的工作态度 我们同身的开口来讨厌 我们也要求我们想要更多的 不管是在任何的时刻 你能够在工作 既然是去教育 他们要活距离的检测 而这些事情也要成立的工作 耶稣让我们能够在到工作 所以我们在工作里面 我们在工作里面 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在工作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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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殊 利益 我给你做破坏 Hallelujah 在我的职场的上面 主要求祢真的是给我 有各样子的智慧 主要是的主给我知道 如何来与人际 来交通来沟通 主要来分享 主要是主带领一个团队的侍奉 主要是主帮助我在我的职场的上面 主要知道 主要是主依靠仰望祢 主要是主祢也必给我 有那样子一个创意 以及智慧来处理一切的问题跟困难 主要是主愿祢自己来提升我们 主要是主让我们看 我们的工作职场 不仅仅是一个职场 主要乃是一个合场 主要是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有好的态度 主要来见证传扬祢的名 主我谢谢祢 亲爱的主祢对我们的心意是 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要治理这地 主要当初祢设立亚当的时候 祢在伊甸园 让他能够修理看守 我们相信工作是祢给我们的 潜力跟机会 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智慧 发挥我们的能力 也能够让我们的恩赐 能够被祢来成全 我们为祢所赐给我们的工作 向祢献上感恩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顺服全秉 主啊 祢说全秉是从祢来的 顺服全秉就是顺服神 主我们也相信台具 非从东非从西 是从祢而来 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工作 要居上不居下 要举手不居位 让我们成为你忠心良善的好管家 所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职场上 让我们成为你圣洁无瑕疵的儿女 能够为你作颜作光 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天父为今天造成何等的感恩 主啊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恶 主带我们的心向着耶稣 主 谢谢祢 让我们在这虚空败坏的世界里 让我们仍然可以认真的去生活 认真的去工作 认真的经营我们的婚姻 主啊 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每一天我们都是认真的 因为生命是属于耶稣的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圣名祈求 被监选族类 俱尊的祭祀 神迹的国度 出生的子弟 来学到主耶稣 照现神的荣耀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圣名祈求